京都市相当成就化的都市 在这里很多地方都会遇到外国人 也会听到很多种不同的语言 再度京都人得学好英文吧 我刚好在网络上看到日本歌唱室的英文难力比较的新闻 根据那个新闻 京都人的英文比很冰冷好 很冰冷的我有点丢脸 那么我们来试炼一下吧 嗨,我开始去西族站 西族站 你好吗? 设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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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JR1 没有JR1 到J1 OK 她还跟我说英文 但她的回答没有到很近去 所以我就迷路了 Hello, where is Takashimaya? Takashimaya? Takashimaya I think I'm over here, right? 对 OK OK 你设计的名字吗?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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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昨天到现在 观察的结果是 今日人还可以说英文 但是他们基本上 不太会回答到我的问题 对 因为用英文的时候交流不太好 嗯 然后其实这部影片呢 我不是在开日本人的英文玩笑 就是因为我刚刚回到日本嘛 所以我最近还没有玩路 所以就 得要问路上的人 入楼 人的机会就 对 有英文啊 就是一个社会试验 结果 回答到我的问题的人是 百分之六十 但有点意外的是 大家都说出了英文 不过我后来发现 现在全球化的过程之中 英文不是最重要的 有一天 在坐公车的时候 有个韩国人 玩年纪比较大的男线 路 虽然那个男线没说英文 但 还是很努力地帮助他 我就会觉得 这些 帮助别人的态度 是全球化的第一步